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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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你知道吗 要做学局委员是做事 但是选举要做人 就是忠于自己的心 我想我有五千多票的选民 他们要的就是 一个代表他们声音的我 站稳你自己的立场 因为你代表的是选民 你就speak up 你自己true believe的东西 你是官 你什么都可以说了算 实际上这是个民主的制度 许多东西我们都要讨论 我觉得美国的民主制度 在这个美妙的地方 就是在于是一个完全的制衡 也许这个事情在华语当中很重要 那么整个的school 都觉得什么是最重要 整个要平衡这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和你有约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杨承志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个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那就是教育 我们请到两位湾区刚刚当选的新校区委员 第一位是Jeff Wang 王先生 OK Georgie好 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耀明 Jeff Wang New Haven School District的教育委员 另外一位是Sophia Gao 是在Satoga当选的对不对 是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Sophia Gao 高维君 从台湾来的 我也是今年才刚刚在Satoga Union School District 当选的学区委员 我所知道的是两位其实都有很成功的一个career 很成功的事业 Jeff是做教育的 那Sophia你是做engineer的 你们怎么突然间想到要来竞选这样的一个校区委员 这个volunteer 没有钱拿的 没薪水拿的一个职位呢 请问 我是从台湾来在90年代的时候念了engineer的硕士 然后也很顺利在湾区就是找到了这样的工作 在过去十几年的这个engineer的生涯 也算是完成了美国梦 就是在这样子世界首屈一直的这样子一个新创的这个 去经历的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但是当就像很多很多的湾区的工程师妈妈一样 当自己有了孩子成家之后呢 就开始发现很多的 把很多的重心放在我的小孩子身上 我八卦一下 你的小孩子多少多少 几岁啊 我现在的小孩子是一个是七年级十二岁 另外一个是十七岁是高四就是要上大学 所以他们是在你在管理的校区的就读的学生对不对 我的校区是Satoga Union School District 也就是我们的初中跟小学的校区 那我女儿是在我们的校区里面的学生 我也是今年当选的这个所有的五个board member 唯一一位有孩子还是在现在的这个校区里面 就读的这个board member 所以我有一个家长的perspective 那Jeff你的小孩子也是正好是学您的一个小孩子这样子 那我的小孩已经毕业了 而且那个今年的六月份的话 我生日的礼物的话就是小孩的毕业典礼 恭喜恭喜恭喜 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在决定参选的时候 中间有些什么心理上的挑战或怎么样 是怎么做这个决定的呢 服务社会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因为我来美国的八十年代 来了美国以后得到美国很多帮助 也可以说是一个完成了一个美国梦吧 但是一直想回馈社会 然后正好这个机会 让大家希望我能够出来选举的话 出来参加公职的话 那我就出来 当然有很多的辛苦 尤其是我是在东湾 在Uni City 我是第一个参政的华裔代表 有很多的困难 所以你那个区区上 华人的比例不是很高 是我这个学区的困难 我这个区域当中 不仅是华人的比例不高 亚裔也不高 我们主要是拉丁裔和一些白人 还有其他的也算是亚裔了 就是另外一个族裔就是菲律宾裔 那么现在发展比较快的是 华裔和印度裔 我们华裔大概占百分之六 那Sofia 你们的校区的那些服务的群众 好像就不大一样了 是的 Saltoga事实上是现在许多湾区的 尤其是新移民也好 或者是一些比较好像已经 事业有成的这些工程师 华裔家庭的 等于是居住的one of 首选的地区 所以我们的学区里面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亚裔的这个学生 但是呢 在我们的school board 就是五位里面呢 中国就是亚裔的代表 是非常不足的 那我们的选民 投票的选民 实际上绝大多数还是以白人 而且是很多的选民 他们并不是小孩子有在学校 就是一些比较退休的白人 所以事实上在我来讲 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代表的是这些亚裔的家长 但是我必须去诉求 寻求选票寻求认同的 事实上是一些 可能是白人的老先生老太太 然后我的学区 所以可以说你是知道 这样的一个难处 好像Jeff一样 是知道你在决定选举之前 其实上海已经知道 你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亚裔的社区参与的比较少 是这样的一个难处 但是你们还是决定去 投身这样的一个选战 可以这样说 你们那是怎么做这样的决定的呢 事实上对我来讲 如果知道有这样的难处 很可能当初的想法会不一样 应该是说 当我投出选战之后 才了解到 对民主的整个制度 对我们选区里面的 这些选民的结构 跟一个学区委员的代表性 是一路子学习的过程 那谈到我为什么自己本身 会想要出来参选 其实是有一个蛮曲折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刚刚提到 就是自从 虽然我是演者念书生 但当我孩子出生之后 我就转了一个弯 就是投身在很多很多的 这个教育方面 之所以为什么会想要参选 有一点点阴错阳差是 原来我在许多的这些 教育方面的involvement 都比较是supporter 就是支援 幕后的 幕后支持者 支援这个校方 一直到去年的我们学区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决策 是我们的高中学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 在整个的这个 Decision Making Process里面 社区的参与度不够透明 而且并没有允许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事项上 没有让家长有很早的提早的介入 于是到最后 他的这个决策的这个发表呢 就引起了整个社区很大的一个分裂 跟猜疑和不信任 造成了社区很大的 好像是一个分离 或者是一些一个损伤 那这件事情 那我因为在当时这件事情上 是被推举成一个像家长的这个代表 那站在第一线上面呢 就有机会去亲眼的看到了 哦原来一个学区的这样的事件 是怎么样的被决定下来 学区委员的工作 然后在这样一个事件上 家长可以到学区去发言 可以去参与 然后有什么样的管道 事实上是 的确是家长可以在很早期 evolve 可是我们并没有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这个系统 因此我们并没有去 take advantage of 这个 process 那这件事是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学习 加上因为这样的一个处理 最后的这个结果 变得好像大家都不是很满意 那我就会 那时候真的是激起了我的一个想法 就说 maybe I should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所以是有一个特别的事件 出使你去做这个决定 那Jeff有没有这样一个突发事件 或怎么样是让你做这样的决定 应该说是的 是实际上的话 因为首先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自己搞教育 我对教育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毕竟是第一代移民 从第一代移民真的参政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政府的机构的熟悉程度 和社区了解你的程度 和一些policy 包括你的语言 这些那就是debay这些 都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过去呢 一直在积极地支持别人参政 包括不管是任何族裔 就是帮助我们的社区 帮助我们的孩子 那么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的 STI5 对华裔的教育的 亚裔教育的影响 鼓励使我们更多的觉醒 我们在美国的话 必须要更多的参与美国的政治 那么我原来这个人说 你们如果参与 我来积极支持 我可以帮你们拉票 可以支持 事实上我一直是捐款这些 后来但是我看到 很多人没有出来的话 那我就说 那我干脆我来出来 做一个抛战引玉 因为比如说的话 我们这里的Copitino 这些地区的话 Cosier这些地区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亚裔 已经习惯性 已经出来了 但我们在东湾 绝大多数的话就是 亚裔本身就比较少 这一点点移民再增加 那么参政都很少 那Fremont今年的我们有 去年我们有市长 一个第一个亚裔的华裔市长 其他地方我们几乎是没有亚裔 那我就说 好我来做一个抛战引玉 出来做一下 我也没有希望赢 如果我希望我的行动 能够带多更多的中年人 年轻人出来参与政治 然后的话在真正在选的时候 我知道有很大的难处 但是我真的是 你讲叫当仁不让 你觉得应该你去做的事情 你就出来去做了 我们是一个是当仁不让 但另外一点的话 我也是出身有毒 但年龄已经不是这么年轻了 真的也不知道这谁如此深 当初我是坚持一点 你要有一个服务社会的心 语言不是个问题 然后你要做一件事 很认真的去做 事实上我的被选上 既是一个巧合 也是我自己的努力 我应该给自己一点亏的 两位现在已经当选了快六个月了 对不对 三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了 哦这样子 你想问一下 你们现在当选之后 跟你们一开始的期望 有些什么落差吗 因为当初上来的时候 其实算是一腔热血 也就是感觉到 学区里面的亚裔的代表不足 在选举的过程中 事实上 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要做学区委员是做事 但是选举要做人 于是在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 学习的过程 你要学习到许多 可能怎么样 赢得选民的信任 怎么样推销自己 那当我现在当选之后呢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其实我就回归做我自己 因为我很荣幸的就是 最后是用5500票 我们学区里面最高票当选 那很多人告诉我说 那你现在选上了之后呢 你的 你有一些 有没有一些策略啊 怎么样来推动事情 怎么样来别的 politics 会不会有些选民 对你的期望过高呢 你觉得 我觉得当然是会有 我也没有办法 我一路都在学习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说 就是忠于自己的心 我想我有5000多票的选民 他们要的就是 这一个代表他的 他们声音的我 OK 于是我在许多的议题上面呢 我可能就会比较勇敢的 说出一些 跟别人不一样的声音吧 比方说 我刚刚提到 我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现在还有孩子 就是在学区里面 就学的这个家长 那这一点的话 让我们在 这几个月 我们学区事实上 已经通过一些相当 重要的这些改革 那也让 这样子一个 perspective 让我认清到 也许我的声音跟人家不一样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代表的就是一个 家长的声音 有一个 有一个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议题里面 我们最近通过了一个提案是 要把青年级的这个 的这个 课 从三堂课 变成两堂课 core的课程 那我就站在一个 一个家长的角度 我就想说 嗯 我的小孩子 我非常希望他是能够 从三堂变成两堂 于是我能够 更多的课外 更多的课外选修 那于是我算是 有点是力排重义 在很多的老师等等的 反对的压力之下 我觉得我在这个 发言的时候 我就能够 算是站稳自己的立场 那后来也 也因为我们 就有经过很多沟通 这个这样子一个 一开始并不是 非常被看好的 在很短时间里面 就能够通过 所以我感觉说 我就是 我学到的就是说 嗯 其实也 你就是站稳你自己的立场 因为你代表的是选民 你就speak up 你自己true believe的东西 我想问一下 你刚才说你参选 很重要一个原因 就是让更多的选民 跟校区有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交流 所以这样的一个 这么重要的议题 你是做一些什么工作 让你的选民知道 学区在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 三堂课 换成两堂课 这样的一个议题 讲到与选民的交流的话 事实上也是我们学区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在学区里面 他们都认同 要怎么样的reach out 到一些华裔的家长 或者是现在也许 不是这么积极参与 学校数的家长 那学区我们目前 也有一些做 他有很多的这些重要的会议 或者是重要的文件 他会把它做成中文的翻译 那我们有这个email的list 我们有wechat的group 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就是说尽量的鼓励这个家长来参与 我觉得一件很好的事情是 因为我们去年的这个选举 我们有两位这华人的这个候选人出来学 那因为这样子也唤起了 因为有一点竞争的关系 事实上在社区里面的 这样子彼此的这种良性的竞争 对 良性的竞争 对 良性的竞争 社区里面非常多人 对于学区事务的关注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 所谓的candidate debate 有辩论 政策的辩论 那因为这样 我们都必须要努力的去研究 了解这些重要的议题 以及要去talk to这个家长 talk to这些 去了解这些议题的抱怨 或者是想法 之前好像已经酝酿了 大概从9月到12月 酝酿了整个社区里面 对许多议题的一个了解 或者是一个关注 然后现在有点算是顺水催舟 我想问一下Jeff 因为你的那个校区 有很多别的族裔的移民 还有不同的语言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 就是说你不仅代表亚裔的 家长跟选民 还有带有别的族裔的家长跟选民 实际上的话 因为最早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股热情 服务社会热情 不管怎么样 多多少少还是站在亚裔的角度 在华人的角度上 能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 但是一进入这个位置上的话 完全变了 所以的话呢 因为通过学习以后 你会发现 就是做这个工作真的是不好做 很容易地去指责别人 实际上过去的话 会批评 为什么这个做不好 为什么那不做不好 实际上当你一个手指向别人的时候 有三个手指已经指向你自己 当初的时候真的没有意识到 尤其是的时候 因为我们亚裔毕竟 华裔毕竟是少数 我当初就是被选上以后的话 我就向大家保证 我要照顾这些华人的和亚裔的利益 但是我希望做各个族裔的教育的委员 而不是单单为华裔 但是说是好说 做起来很难做 实际上的话 有许许多多东西 Government 工作啊 budget啊 或者许多的issue的话 真正一去做真的是很难 那时候的话呢 但是需要有很多的学习 实际上我们是很在 我在很努力地在学习 另外的话 有许多事情去问了 就是superintendents 和其他的校长 和他们沟通 和社区沟通 从不足以的话 对同一个问题 不同的看法 然后是我 凡是说话的话 就变成了一个 比较困难的 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热情去做 而且必须说哪个是做 是更正确的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从来都觉得 你们这些参选校区啊 或者市政委员的这些候选人 跟当选的那些民选官员 其实上 你们的工作 不是说做官 好像中国很多的感言说要做官 对 而是你们真的是要跟大家 一起去做同样的一个事业 所以很多家长的话呢 我觉得 我有些时候观察到 就有两种 我觉得有点错误的想法 第一种就是说 你当选了 你去做事我不用管了 另外一种就是 你当选了 我帮你的 所以我什么议题 我都要找你来 就是予取予求 对 你们觉得怎么样 家长才能够更有效地 参与这样校区的工作呢 非常好 这个问题 实际上的话 尤其是我们亚裔的话 在看到我们这些人当选以后的话 他对我们的期望很不一样 实际上他们希望 我是你的代表 就是你是我的代表 然后的话 当时我选你 我现在说什么 你要听什么 但是你只是一方面的声音 如果我的稍微有些不同意的话 或者看的角度不一样 更多的了解的时候 你稍微有些反对的意见 或者有不同的解释的话 他们就不耐心 而且不是更多的involve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的华裔能够亚裔能够更多的involve 各种程度了解 另外一点的话呢 他们就觉得的话 你是官 你什么都可以说了算 实际上这是个民主的制度 许多东西我们都要讨论 实际上我们只是他们选出来的 为他们服务的一个人 说实在来我们是他们的奴隶 而不是我们的主人 我再讲一句可能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其实上 你们当选的校区委员 但是其实你们跟学生当中 还有一个校区的管理 比如说是superintendant 还有校长 还有老师 那你们之间这个 你们跟这些学校的 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 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呢 其实我也是很echo 刚刚这个Jeff讲的 就是说当选的时候 你有你的选民 他会跟你讲各样的议题 有不同的意见 他可能有很多选民会期望说 你上去之后你就必须要代表 我这个specific的立场来发言 或是来投票 但是当我们选上去之后 其实这个Government 101 第一旁课就是 我们这学区委员五位的 这个board member是一体的 因为你就算你任何一体 都有很大的声音 可是你永远都是四比一 你什么事是做不到的 是 那我认为我学习到非常多 就是说当然要让这个家长了解到 就是我们的角度 我们的这个position 事实上是可能跟他们 当初有一点出入 但同时呢 我也认为如果家长 真正有一些想法的话 事实上 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桥梁媒介的角色 那第一步我认 我是鼓励 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数学课 最近我讲到我们学区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的数学现在在 common core的数学 他们在制定新的数学的placement 这个排 就是放孩子在每个 排位考试 不是考试 跳级考的这个 分班考试 分班考试的制度 对 那家长可能就会期望说 学区委员你要去帮我出声发声 那我就会告诉许多的家长 我说你有一些的想法 事实上学校要听到的是家长 我如果学区委员 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出面 就是全部有学区委员出面的话 事实上 你在这个 你在这个五席的这个board member裡面 你并不会受到任何的重视 因为他不觉得你有任何的名义 可是相对如果是家长 从他们的 从他们的这个基层 去跟学校老师校长甚至学区反应 有足够多不同的声音 这个时候我的学区委员 在顺水推出 站在位置上说 看我们有这么多的家长 有这个意见 那来facilitate 来去follow up check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他们 你站在是一个比较中立 而且是有点是 好像是一个mediator 就是 他可以说这些选民给你back out facilitate 我打断一下 我非常支持这个 这讲法 完全正确 比如说我们五个委员 就是今天的话 我提出一个议案 提出一个问题 只有我一票 其他的委员 有没有支持 像你们那边的话 相对来说 亚裔华裔还比较 就是白人还比较集中一点 那我们这里的话 这个族裔都比较 就是差不多 而且很分散 华裔战很少 亚裔战很少 人家不支持你 不负议 因为一个议案 你出来 要其他人负议 如果我们今天两个 华裔委员的话 我们有共同的声音的话 我提议案 另外一个负议 我们就成为一个可以讨论了 你还是只有两票 还是没有用 不是这两票 至少我们可以讨论了 我们现在讨论都没有 对对对 刚才接下来你的话的话 有许多东西 比如像校长反应 像学区反应的以后 我们的学区委员 也包括进去的话 我们可以跟踪 我们现在家长 有这样反应的话 你是怎么跟踪的 我们像可以 superintendant提出 你有具体的做法 那我们可以追踪 而不是我们提出来 因为superintendant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的 学区委员的雇员 他为我们学区委员服务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就是要导他 然后他可以直接 就是和那个校长 他们去沟通 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的话 如果我们直接去跟校长说 或者我们直接的话 就不是很知道 就我们可以把你的声音 有适当的渠道 是 反应出来 能够让他得到重视 至少来说 否则来说 我怎么没听到这个东西 你可以通知我们 这个其实我刚之前 Sofia参选的时候 我有提过 就是说其实上很多选民的话 最好的example 就好像教室工会 他们很多时候 在开会的时候 他们是一起出场 去支持他们候选人的立场 是 教室工会的话 我真的是有一肚子的苦大仇事 一肚子 因为在当初我在选举当中 我是我们整个的学区当中 唯一没有被教室工会 endorse 的这些人 那么 然后的话 我当选了以后的话 我还要就是 跟他们要继续沟通 比如说的话 现在我虽然已经有 自己的一定的muscle 有一个选举权了 就是五分之一 对他们许多 教室工会的一些议案的话 我可以提出个否决票 但是我还是必须 跟他们学会沟通 了解他们状况 我对到教室工会的话 一直面谈的时候 我就说 第一次的就是 在选举当中 你们没有支持我 我希望 我有机会在重选的时候 你们能够引导死我 这些因为民主的制度 本身的 就说到底的话 就是一个妥协 你要了解这方面 不是黑的和白的 不是各同各个势力之间的 一个妥协 跟一个制衡 制衡 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 尤其在我们的学区当中 你必须要有 团结各方面的东西 了解各方面 比如说 在我的学区当中 也许我们亚裔 有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人有很重要的问题 但是它并不是 我们整个学区当中 最重要的问题 你要得到 其他别人的endorsement 就像刚才的 Sophie讲的 如果他自己 有一个问题 提出来的话 这些 他只有一票 他还有这个东西的话 能不能成为 一个讨论的议案的话 他还需要 另外一个学习委员的支持 就是 然后才可以讨论 讨论以后 有一个提案 一个复议 然后才去讨论 才可以讨论 讨论还有第三个人 能够支持 才成为一个 一个决议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过程 所以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积极地做工作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的亚裔的话 家长的话 还是积极地给我们 提一些建议 或者按照正确的方法 你成为这个 桥梁 成为写民 跟校区之间的一个桥梁 另外就是说 学区有许多的 各样的议题 通常 在学区的level 他都会成立 这个所谓的subcommittee 比方说 比方说像我们学区里面有 这个English Learner 就是英文学习的 或者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性教育的committee 我们有科技教育的committee 我们有这个 数学的 我们有推行这个语言课 各式各样的议题 他通常都会成立subcommittee 那美国的这个 加州的教育制度 他这个committee 都要求 会有学区代表 校方代表 并且最重要是要有 community parent的代表 像这样的announcement 你事实上如果大家留意这个学区的话 你经常会在学区里面看到 有很多的管道跟机会 家长可以去参与这些的 townhall community的这些event 跟积极的参与 代表你的学区发声 你的声音不见得是要靠投票 学区稳定 所以插一句 所以基本上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上有些 比如说online 或者是email 或者是app 可以是参与 或者sign up 可以知道在学区 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有什么会议 或者决定要再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许多学区有newsletter 我们也许多有PTA的community 就是家长会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政治就是一个过程 不是说一下子靠投票 都能解决的问题 对 那么有的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要声音的 慢慢慢慢的来 比如说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方案 是提出问题的时候 可能没有多少人支持我 但是我至少有很多的人知道 你可以 我们再提第二次 第三次 后来越来越多的 原来并不是最最主要的一个 议题的话 也许换了半年以后的话 它可能会变得更重要的议题 我们讲到很多华人的家长的话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语言不好 或者是他们想鼓励自己的小孩子 去参与校区的运作 你们对这个事情有些什么建议呢 是的 那个刚刚也提到 事实上 家长跟社区的参与呢 是我们整个民主制度 以及想要对学区有任何改变 或者是 发生最重要的一个管道 那我认为像我自己 当初也是从可能家长会 从班上volunteer 有学校的PTA 然后我也参加 去参加学校的这个 school site council 这样的一个组织 然后我刚提到 在各个学区都有一些 这种的subcommittee 各样关系的议题 家长都可以一起去参与 鼓励大家更多的去 去参与这个学校的board meeting 学区的这个 这board meeting 是完全是公开的meeting 比如说他们英文不好 那有些什么办法 或者建议呢 英文一般来讲 并不是认识的 实际上的话 实际上每个学区的话 自我所知的话 它都有些语言的资助 所以的话就是 比如说的话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就觉得 就是细分法 有些学校要求 你是什么语言的话 实际上最终的语言的话 并不是为了细分 而是为大家服务 然后就减少了 如果真正的语言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觉得Mandarin的国语的话 我们需要更多的翻译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提出的话 找一些翻译在 就是school board meeting上 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经济参与 一些语言 还不是很重要的 对 要是多参与的话 他们校区就觉得 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学校 事实上有一个非常 被赋予很多 这个funding前的 这个Community 是特别是关于 English Learner English Learner 这个Community 它是主要的目的 就是Serve 这个学区里面 所有这个学习英文的 那在我们许多中国人 聚集的学区 就是这个 其实都是以中国人为主 他非常的欢迎 家长 也是代表 这样子 我的小孩子 或是家庭 不是讲英文的 家长的人去参与 因为你亲自参与的时候 他听到你的声音 他能够更加的了解 你的需求 以及怎么样 把我们的budget 用在最适合的上面 来提供最大效益化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所以事实上 我们是 加州是一个非常重视 这个equity 就是 公平 公平 以及各种族语 各种语言的 事实上是我一个很大的优势 不要认为语言不好 对 语言不好 我们更要代表 我们这些 需要讲中文的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翻译服务 更多的这些可能是 我给你一个例子 好像我投票的时候 我是专门选择中文投票的 因为我其实我也会看英文 但是我选择中文投票的话 就让政府知道 我们社区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所以的话 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也很对 是的 实际上我是很支持 就是加州的话 English only的 这个就是一个建议的话 但是我也希望 有各种语言的支持 包括不仅我们的选票和服务 但是如果我们大家 不充分利用的话 这些万万缩小 比如说像我们这里 尽管有些亚裔出现的话 实际上 比如说有些学区的话 他们的English Learner 还有一些翻译给他们 有很多 但有些地区的话 没有 为什么家长不要求 就说你们现在在 就是在TOK 有很多的中国人进来的话 他一定会很重视 实际上不是说 他们完全歧视 有的是我们要知道 怎么样充分的利用 很多的resource 要走他的程序 Jeff讲的非常的对 我事实上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的学区呢 他事实上是有特别的 这个中文的服务 他在许多主要的议题 像我们的高中 每一个礼拜的校长的 这个校训 他都有中文的翻译 那我们的初中呢 最近做了一个这个 家长的这个survey OK 就是问军调查 他也做了中文的翻译 是 那我也鼓励家长呢 就像刚刚Jeff说的 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的时候 我们要去使用它 让他看到 你的这样的服务呢 的确是吸引了更多群众的参与 更多的生意进来 没有让被支援 于是他会继续的把这个钱放在里面 继续的扩大你的服务 对 谢谢两位今天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学校跟学区的运作 还有家长怎么去参与学区的运作 我们现在的时间又到了 谢谢大家收看《合理有约》 我是杨成志